看到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五种日常生活中的妙招 日常生活中 穿针引线非常的麻烦 穿不进去怎么办 为了家里的长辈及老人 也要学习一下穿针引线的小妙招 这个方法极其的简单 只需要针眼按压在线上 上下摩擦 揉搓几下 线会不停的往处走 完成之后 拉出摩擦的线头 即可达到穿针引线的目的 第二种是货物运输 货运司机必备的方法 终端吊裤的加强板 第二圈反至下方 绳环外侧翻转 底绳拉起绳环 锁在汽车下方的铁钩上受力 宁舌不开扣 安全有使用 第三种 我们在施工作业时 使用切割机进行切割打磨 作业的时候发生 炸片 夹片 崩片的现象 我们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 就拆开锁片 看一下 切割片的一端是有铁片 一端是没有铁片的 有铁片这一端 安装的同时 不要朝上 一定要朝下 然后将我们的锁帽进行锁紧 这样在使用的同时 就轻易不会发生 炸片 夹片 崩片的现象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安法了 大家请看第四种妙招 这是生活当中 接绳最实用的方法 绳头各自相搭 正反向缠绕对方 上方以一个简易单节进行收尾 双向再次拉伸 形成节点 收紧的同时 宁舌不开扣 安全可靠 结实 又实用 非常的完美 值得信任和学习 家庭菜园 木质板杖栅栏 老师封针骨架固定 最实用的第五种方法 这是一个十字横梁 交叉定位结 当两个物体形成交叉十字节点的时候 不会打结的 看一下这个方法 此方法 用绳结的方式 讲十字交叉节点进行固定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菜园当中 架黄瓜 豆角也是必备的技能 比较多